再来看到今年的海事生活节很不一样 花莲市公所与北角工作室共同规划一场 当你看了一个海浪的艺术展览 那么并邀请了四组的艺术家 在花莲市北冰公园进行在地地景的艺术创作 16号下午举办了开幕仪式 而市长魏嘉贤表示 欢迎大家在中秋连续假期来趟北冰之旅 透过艺术家的作品来场与海洋的对话 近日媒体曝光花莲北冰海滩出现了一大群野生动物 望着太平洋的画面后 就适应了许多游客前来朝圣 原来这是花莲市公所今年举办的海事生活节 16号下午正式举办开幕式 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一次是公所与北角工作室共同规划一场 当你看了一个海浪艺术展 邀请四组艺术家在北冰公园进行艺术创作 今天是我们第五届的海事生活节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取消了海事级的活动 但是我们有市场的一个策展 真的非常精彩 那第一次用空旷的海洋空间 来展出我们非常多有趣的策展 欢迎我们所有乡亲朋友 到我们北冰的海边来看看 那得到非常大的回响就是我们的水泥动物 那水泥动物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大小朋友 都来这边住宿跟拍照 那大朋友回味海提食客的一个童年回忆 那小朋友也可以看看自己的父母亲 或是自己的长辈 过去在海提食后所玩的一些游乐设施 事实上这些动物雕像原本都在美伦山运动公园 时间约50年早就被人遗忘 艺术家修缮中故意保留了这些痕迹 然后再放置到海边展出 因为这些动物基本上原本是在山上 然后今天把它在海边的话 好像会创造出另外一个像超现实的一个风景 然后这风景我也是开放了蛮多的想象空间在里面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重新的来体验这些水泥动物 这一次的展出不只有水泥动物园 还有海滩的书桌 透过波浪发电点亮桌上的台灯相当有意思 坐在这里 它可以就你可以很舒服的在这里休息一下 这个波浪发电器就接了一条电线在上面的书桌上 所以这个书桌的电灯就是有的时候 然后或许让大一点让波浪发电器搅动多一点的时候 它这个灯可能就会亮起来一下 有一点等待 然后又有一点海浪的律动 波浪律动的这个感觉 而这些作品都将会放置在北冰公园凉亭以及海滩上 市长魏嘉贤也欢迎乡亲游客来一趟北冰之旅 一起来看展透过艺术家的作品开启与海浪的连结与想象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